梁思吳小德益友 香港女子重劍隊近年成績突破 全賴艱苦的訓練之外 也都靠著一份團體精神 江文慧、蛇線一、年逆禧和朱家望 是香港女重隊的新希望 他们各自的性格不同 但是近年一起见证过高低 大家都变得同声同气 我们四个都很独立 我们四个女孩都很有自己的style 她的性格很强 而且她很搞笑 Coco就很喜欢说话 Bivian就很nice 最cohesive是这个 因为始终年纪上近一点 我们一起经过一个低潮 现在上回来了 那个感觉是挺好 团体检击在场上只有一个人 队友背后提点和鼓励 往往就会成为比赛关键 比赛的时候 都一定要和你的队友都要有默契 你平时的相处就很显到 你上面打的时候有没有默契 当然你要保持到你的relationship是好 这样才打得最好 香港女重队在今年亚感赛取得突破 他们都有一番感受 我们亚感赛第一次把牌转式都很难忘 是 还有今年这个season都打得挺好 我们的团队 所以今年都挺难忘 难忘的还有另外一些画面 年纪最小的蛇善因是队里面的开心果 最喜欢就是整股队友 江文慧在四个人里面最具经验 是队里面的大家姐 不过她就说不是很习惯这个身份 很惯着翠玲 我觉得她是我心目中的大家姐 我很多东西要和她学习 怎么做一个好的大家姐 四个女孩近年都转为全职运动员 同样都是背负着重大的理想 我们所有都是对健激很认真 很想可以做到整个帮女重处得突破 我们很用心练习 很听教练 很信任的教练 很信任的队 每个人都对自己都很了解自己 是团队上要做的事 都是一起努力一起进步 香港在近年孕育出不少剑击好手 男子花剑尤其出色 在亚运拿到突破 将奖牌转为银色 荣誉的背后是靠无数汗水换来的成果 除了克服训练和坚持之外 教练的角色同样重要 香港花剑主教练汪昌永 正在训练中注重每一个细节 因而被称为嫌尸 或者因为这样造就出高徒 他都会对我们所有东西都会比较注重 都会比较业励 我们所有运动员都一起熬过了 比赛的时候如果有好成绩 想回去都会觉得是很值得的 亚洲劍实张家朗就有另一番体会 我觉得汪教练对我们来说 可能是第二个爸爸 因为始终我们运动员 不是常常都在香港 或者常常都见到家人 汪教练其实很照顾我们 可能在外面喜剧饮食 那些都会照顾我们 在汪昌永口中 经常都会听到严格两个字 但是私底下就有着入情的一面 因为我的长相就给别人感觉到比较凶 其实不是很温柔 在训练过程中还是要求比较严格 但是在训练完之后 大家就像朋友兄弟一样 这个作为教练比较连长一点 在各方面也是比较关注他们 教练 师父 爸爸 三个不同的身份有着一个共通点 都是想下一代成才 有时还会以身作责 有一次的训练中间 这个张晓琳 就是当时这个训练 这个态度不是很认真 当时在香港下着这个轻捧大雨 作为教练也觉得他任务没有完成 应该要给他一点点的回忆 就让他处罢在大雨中间 轻捧大雨中间去跑步 但作为我教练我也亲自站在这个雨里面在淋 但我觉得这个英勇员最后他还是坚持下来了 跑完这个过程 本来只是打算短暂执教 汪昌永转眼间教了18年 到现在仍然怀着一腔热食 希望将香港花剑带到世界顶峰 硬地手球平时就很常见了 如果转在沙滩玩你又试过没有? 虽然名为沙滩手球 但两者的玩法都差不多 只是部分球例和硬地手球不同 手球和沙滩手球有一个很明显的分别 沙滩手球有机会取得2分 那怎样为之取得2分? 就譬如是有难度的射门 例如是这样 大概2000年 那时候他们任何一个创意射门 只要球证判断是有创意就会给你2分 但开始发展得好 我们会计定了一个360度的转体射门 另外一个就是空中接力 这2个射门我们就界定了它是叫2分的射门 沙滩手球场上门将4入都是计2分的 还有一个特别之处 就是门将防守之后可以即时出场 换入进攻门将专门就拿来得分 比赛就会更加流畅了 如果我们在沙滩上跑 相信其实速度就会比较慢 这样的情况下就变成了 你用了1秒我就可以完成了一个替捕 第二秒隆门丢了一个快捞给它 然后三秒就进了一球 那你想想整件事的速度就快了很多 可观性也都增加了 值得一提的是 香港女子沙滩手球青少年队 拿到布宜洛斯艾利斯青年奥运资格 是香港首次拿到青澳对制运动的入场圈 对于赶上尾班车的李洛儿就说 机会很难得 因为青澳是Under18的 而我又是刚刚好18 今年18岁 所以我人生只有一次机会 我会好好把握 他说沙滩手球港球合作 令他有另一番收获 可以去到比赛 其实每一刻都是跟队友一起去做的时候 我觉得有人支持是很重要的 我一定会选择一些团体的运动 我就会很享受跟队友一起捱的那个感觉 法例规定 沙滩手球训练不可以在海滩上进行 以免影响公众 而本港目前只有两个沙滩手球场 因为场地所限 手球总会就说要靠政府大力发展场地 总会同时也会进行不同的推广 我们跟政府的康民署 或者一些地区的学体会 都有举办一些训练和比赛 让学校的学生球员 都能够多些认识这个沙滩手球 从而他们是更加有兴趣来参加这一项的活动